盲小五独特的技能 眼睛劈叉 拉个臭臭 拉得好用力的样子呀 从小到大都是这个眼神 现在一岁了还是这个样子 盲仔和小五 有时候完全不像母子 跟两个小朋友似的 这是小五偷袭妈妈上厕所 盲仔也会礼尚往来 直接走过去就把小五当做店 小五起身之后嘴里还妈妈咧咧的 这是7月6号 小五真是当天的视频 当天已经发过 有客视角的 但是没有这么高清 这是转发尼赖妈厨业的 尼赖妈拍的视频 非常的高清 还很为闷 这是去年 小五刚刚被爆出来晒太阳的时候 奶妈偷偷摸摸的 生怕被愚可愚爱看到了 小五真的是被奶妈和外公 抱着抱着就长大了 也是我们在网上看着 一天一天长大的呀 上次小五被扔让的时候 盲仔大快朵鱼 这次儿子的生日 盲仔又是大吃特吃的 不过这次盲仔没有坐到桌子上面了 还是会把主位让个儿子 但是小五是个大孝子 跑到桌子下面来陪妈妈一起吃 这一段视频是熊猫馆的馆长发的 也是非常的高清的 而且这个视角离熊猫很近 是我们游客拍不到的视角 甚至当天的视频 大家应该都在网上看过了 小五抓周是抓了小竹楼 是不是要背着小竹楼 上山踩蘑菇呀 小五不喜欢当官 放弃了山馆长之位 还是想做一个快乐无忧的小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